各位可以看一下,这边有一个五支三十页,这边有个切割的范例 这个是已经画好的,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,把这个画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,如果你把前面的指令综合应用出来,应该都画得出来 有一些指令的话,我跟各位讲一下,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呢,一个正方的,上面是一个,上面的尺寸的话,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是一百 上面是一个正方形,这边一百,然后高度的话,这边高度的话是多少,高度我看一下,高度从这边测到15,所以上面到下面是15 这个圆角的话都是10,圆角是10,那里面这边有个凹槽,凹槽的高度是多少,高度是5 那外面这个圆,半径20,里面圆是10,那其他的话就是把它放中间,让它做出这样的形状 那这要怎么做呢?其他尺寸应该都差不多了,都在哪里?厚度是10,这个间距是10 那高度是5,刚刚讲过,然后这边也是5,这个都5,凸出来的部分 所以如果要做出这样的盘子,怎么做? 不过这个我想,这个我们各位可以想想看,那我们主要是用力用这个来切割 不过你要先画出这个,再来切割,恐怕可能应该今天时间会来不及 所以请各位,要了解切割之前,先画一个简单的图形 请在旁边画一个蛋糕好了,切蛋糕一按道理,用圆柱,比如说我这边做出一个100的一个圆柱 高度的话50,一个蛋糕,那如果说这个蛋糕我想把它切开来,用什么方式最简单呢? 这里面你会发现,那个切割的指令没有放在这个上面,它放在哪里呢? 它放在修改里面的3D作业里面的什么呢?切割,有没有?切割地方点下去 OK,那切割其实,指令很简单,选取要切割的物件,就这个嘛,半径100,高度50,选它一下,对不对?点它,按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,它问你说,请给我3点,那实际上你给2点就好了,1,2,Z走它自动会抓垂直的 所以,比如说我今天呢,我现在从4分点,然后呢,对角线到这一点好了,2点,那第三点你不给它没关系 或者是你第三点再往下点一下,反正就是3点,垂直这个点也可以,或者你直接按空白键也可以 这个时候呢,它就直接帮你切割好了,那你想说切开来了吗? 为什么它没有分开呢?不过没有关系,你可以怎么办?用移动嘛,移动一下,选这个,空白键 把它怎样呢?从这一点拉出来,有没有?它就分开来了,那你要再切的话呢? 比如说,这个好像切蛋糕,已经切开来了,然后呢,总共我们这边有 假如说我要切成几块,切成8块好了,OK,那怎么?再来切 可是你想说,哇,老师,那很麻烦,每次从这边又要3D作业,又要什么呢?又要什么?切割,那很麻烦 那我教过各位怎么样?如果说,以后你希望这个,这个指令,直接就在工具列上面的话 扣 Ah! 还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